我國紀念開佈200週年 新加坡國大李光潛自然歷史博物館 推出了特展 特展展出了我國200年來的 490多件自然歷史相關展品 讓國人有機會深入了解 我國自開佈以來自然歷史的發展 這個稱為悲壯大海綿的動物 是1819年萊佛市 最初抵達新加坡時 在我國海域探險所發現的奇妙生物 它也是首個由西方探知 並給予學名的本地動物 生物學家原以為它已絕種 悲壯大海綿在2011年再度被發現 這塊號稱最佳牛肉的生肉 來自名為如更的一種海牛 萊佛市在海上探險時 曾捕獲了一頭 並品嘗了它的滋味 我們覺得這200元的東西 是一個很好的影響 在新加坡的自然歷史上 在過去兩年代的發展 包括文化、財政、探索 探索、動物貿易 例如 除了萊佛市相關的故事 展覽也敘述著 許多奇特古怪的事蹟 例如有一名法國博物學家發現 在一場暴雨後 竟然有餘從天而降等有趣故事 為期一年的特展 將從明天起正式開放 讓公眾參觀